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第二節的聚立大台直播室 就只有我美瑪Henry和SoloDow 其實不應該SoloDow 應該我也走了 真真正正SoloDow Solo四節 Alvin去那邊 Alvin現在運用原力 哈哈哈哈 他在掌握 他在浮現石頭 哈哈哈哈 Alvin Alvin 會回來的 他叫我先開 也不要緊 你聽我說原力 原力 他的原力是這樣 原 原力 逼一些東西 原力 那我們今天當然會講關於星戰的事情 因為新一輯的星戰劇 叫Andor 就上了假了 頭三集 但是講星戰劇之前 你看到Alvin的人現在多了一些東西 叫他 說什麼來的呢 就是蝦片 要感謝聽眾大恩 大恩之前送給我和Alvin的雪花 和蝦片 蝦片那時候就沒有過現貨 現在現貨到了 感謝聽眾 對啦 今節當然會做進行劇評 事先講一講 這套所謂星戰劇 並不是Happy叔 並不是David Lonnie 基本上這套星戰劇 擺明是KK那些東西 至於是好是壞 先看看Trailer 先看完Trailer 看看用原力的傢伙回來了 我們先看完Trailer 看完Trailer 我們再回來 看到了 Chart Room 剛剛才播完Trailer Chart Room 也有很多人的回應 譬如Joker 但是Andor很難回應 那Orange Man Bad JK那些 他們都說只看了頭一集而已 那JK直接問我可不可以不看 我也挺肯定回答給你們聽 是可以不看的 是挺多餘下的 因為呢 Andor 本身的男主角 Kassian Andor 其實就是Rogue 1 就是星戰前轉合到1號裡面的男主角 基本上你也知道哪個角色死了 一定是在Rogue 1那裡 就是過多兩三年後就會死 而且他的存在感 我不覺得有任何的重要性 即是宗宗死 現在他們說 魔改裝就說 因為為什麼R2 可以最初是交到死亡星的死徒 給你公主 就是因為 靠Rogue 1這一班的死事 但是這一班的死事 他的存在感就是要他死 那就完結了 他之前發生什麼事 不重要了 他之後發生什麼事 他都死了 有什麼事可以發生 這班人之後的故事都會死 他的前轉都不幫 是一些什麼重要的事 是不是 還有如果他前轉 這麼震撼 這麼中環天下 這麼可歌可入的話 那我們後轉 正轉星戰 你不敢建提一下他 正正就是因為Rogue 1之前 他為什麼可以多放時間 就是這班這樣的無名英雄 他們可以叫做幫到 完成到一件大業 那就中間可以放個位給他們 還有Rogue 1之前好看的就是他們其實某程度都尊重原著 因為他有很多的和反抗軍起義 就是那套卡通 升戰的卡通 Rabos 是互相對應的 因為Rabos是David Lonnie的監督作品 變了很多東西 你和Rabos有了一個connection 你就變了感覺就好像升戰 非常之是升戰 但是那個狀況就是基本上這一套東西 他叫做要弄個前轉出來 還有很威威威威勢 又要宣揚之類 那如果你說是Rogue 1的前轉 那當然啦 沒有了Felicity Jones 因為女主角基本上他的成長 就是在Rogue 1那裡成長 剛才你看的那條trailer 是你見到有些白兵 即是帝國白兵 你又聽到星戰的Theme Song 那你又見到有Sagarian 那感覺很升戰 但是頭三集 一點升戰的感覺都沒有 真是一點升戰的感覺都沒有 其實我不太明白 他究竟要整套這套東西出來做什麼 而還要這套作品 基本上要熬到12集 所以你問Charlotte問我好不好看 值不值得看下去 其實To be honest 如果你覺得人生是寶貴的話 我推薦你不如看多次Rabos 或者看完整套Cone Wars Cone Wars是長的 整套七季 那你真的要慢慢細穿 Rabos也整套四季 你也要慢慢細穿 但是那些故事真真正正 跟星戰有差勁 你現在這個作品 基本上是頭三集 為什麼現在的作品 無論是這個Andor 或者是這個龍之家族 或者是Rings of Power 你全部都要 嘩 首先一上架 就要上上兩集 三集先 超過一集 總之就是這個Powlch 對 他又不是Netflix那些 Netflix是一炮過上了 他不是的 Cone Wars一炮過上了 Netflix是慣例一炮過上了 他不是的 他是要先上頭幾集 為什麼呢 She-Hawk是不是也要先上頭兩集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 She-Hawk是 Mai 續集續續上 續續續續上 那幾套都是兩集兩集上 為什麼要這樣兩集 Obi-Wan是先上頭兩集 Obi-Wan也是先上頭兩集 原因就是 劇組就知道 你上頭兩集 根本是你上頭兩集 基本上就是講一個故事 你上頭幾集 基本上你將一個很簡單的 訊息拉長離去講 你比如這一套 你上了三集 你老媽原來第三集 才正正正要講那個 opening 那個intro 人家Cobra Kai 半個小時 已經可以包覽你頭三集的東西 為什麼你不可以爽快一點 為什麼你不可以學萬大哥 就這樣又要爽快一點 聲通一粒 不爽快 不像聲戰 老實說 如果你是真正的聲戰迷 To be honest 不值得花時間去看 真火馬 真熱教火馬 他就說 設定是不錯的 但是捉到腦袋 不會脫脫 那個設定 我想這麼說 其實如果你說設定中間的故事 不如說一些關於 關於是真的Rables 譬如你找回 難得你找到Azra的演員 你還不得是 Asoka的那班 Sabeen Gwain 你找回一些真的演員 我寧願你真的花時間 去研究關於Rables相關的故事 是 好過你現在去 去研究一個 根本就是 完全是 Re-Imagine的星戰的世界 整個故事 他好像無緣無故有一個很無謂的資格伸出去了 我死了 我死了 死了 我過幾年就死了 過四年之後就死了 很恩子丹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問題就是 Rode 1最受歡迎的那隻機閒 K2SO你又不能出 你擺明是不出的 那要不你就說 整個故事你要交代K2SO怎麼來 那也算是有一點可觀性 沒有啊 整個故事 還有那個狀態就是 因為你之前的故事 其實 如果你說叫做 在這個Battle of Yavin 之前的故事 其實Rables就說了 Rables的故事說得很好 你中間你要開一條支線出來 而且那條支線 其實是整個感覺是架空的 基本上你好像 Re-Imagine的星戰宇宙觀 那件事就是完全不知道他想怎樣 那我們開一些 開一些 開一些 照片來看一下 其實就看一下 那 阿奇奧法師說 那個Star Wars Comics Channel 竟然說沒有星戰元素是好啊 XX 那當然是啊 XX 你做一套東西沒有星戰元素 你不可以掛星戰的名字 甚至其實一開始 他當然是在說 Cassian Andor 一個人背影在一個工業城那裡走 整個感覺 真的一點都不像星戰 不Star Wars 完全不Star Wars 像什麼呢 他像Bay Runner 他像銀翼殺手 是很難重銀翼殺手的感覺 雖然星戰前傳的第二集 他都 某程度有致敬銀翼殺手 少少少 欸欸 問題就是你不用 整套都銀翼殺手的嘛 你無論你看看 Cassian Andor 無論是他現在拿的光線 感覺 或是City的設計 他的衣服 基本上是 Blade Runner 如果你不告訴我 我不會覺得是星戰 那他一開始就當然說 他是進去酒吧那裡 那套料 嗯 但是進去酒吧 你又覺得很奇怪 那麼下將來看 喝到酒吧 那麼 Serve 他的視影 很冷漢 很冷漢 是 缸頭的 很肉酸的外星人 嗯 Richess 星戰 如果在酒吧 Serve 你的 要不就是他不會像人 要不就是他漂亮的 要不就是機械人 是 要不就是機械人 要不就是不像人的外星人 要不就是漂亮的外星人 即是Tillic那一群 就不可能會是現在你那樣光頭的樣子 好像異形那些怪獸 還有他背後有一個投影機在唱歌 那個歌手那個歌姐 他的感覺都不像星爵 那個感覺像什麼呢 像第五元素 第五元素藍色那一隻唱歌劇那一隻的外星爵 再直白一點 其實要不就像那一隻 要不就像之前我們小狗 主題東院 趙嬌他主題公園那一隻Star Wars Galactic Cruiser 那個郵輪 那個宣傳片就找一條很醜的大貓 在那裏扮紫色 扮老星爵在唱歌的很醜的 就像那個感覺 最大問題就是這個 他説是一個記者 就是夜總會 叫小姐坐桌 那小姐的頭很醜 小姐又抬爆炸頭被人刺的一塊 我看那一刻就 真的很突压 我問什麼 你看著他 其實他的樣子是不醜的 你的頭怎麼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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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頭就是像銀翼殺手那類的那種 就是Cyberpunk加這個頹廢 還加一些古怪的感覺 不是 這個是意外來的 工業意外 對 真的 不是 很難得 沒有他怎麼漂亮都 我集中不了 是 爆炸頭崩了一塊 是 那個情況就是 當然 其實男主角就是兔鳥 兔說之前在這裡做過小姐 可能是他的妹妹來的 是 但是就沒有說 就說 兩個妹妹走了 那期間呢 這個下將 他就在酒吧裡 因為有兩條 有兩條 那些叫做所謂的 牙差 其實這個設計也是 就是 他說這個星球 其實就不是白兵管的 是 是白兵對下 外判了給一群 安全 這樣的 食肖 去管 是 城管 找城管去管 那樣子是完全 跟星戰的白兵 完全兩回事 那這兩條 那樣子就打算 敲燭鋼 打算作 Andor 那誰知道 Andor 很清脆利落 就叫他動手 首先其中一個 砍了頭 砍了賣場 就死了 另外一個 阿叔呢 就跪了地 在那裏求搖 那樣子Andor 就找一支槍 韓了一輪 韓著他一輪 拖了一輪 最後就射一槍 一補一槍 就射死了他 問題這一段呢 其實很不爽的 因為如果你說他 因為Andor 如果你看回Rogue1 這個人真是賤人一個 簡單一點 他這個角色不吸引 悶和賤人 如果既然你說他是賤人 既然說他是自私 那一槍就射死他 就算了 你拖這麼久 還要說到自己很不願意 很不情願 你殺 就殺 我們看曼大哥 為什麼看得這麼爽 他倒油就倒油 不用跟你說這麼多 曼大哥 雜雜跟你倒油 是仇者快的 應該是 還要多血 扮完還要找火燒 有警察逼他說 曼大哥找火燒 燒死 你想想多殘忍 他不是 你開一槍 你快點 我心想 我的問題就是 我都知道你應該會補一槍 我知道你一定是補一槍 快點 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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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在這裡 射吧 結果他當然是射了 你看到外國有些坊間 那些鬼佬 那些屏 是呀 他總之人家貴地 他都射一槍 所以呢 他是好啊 這個星戰 很自私的人 感覺是好很多的 整件事 有人說成 就是大過分 大過分 那些人來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立 你射一槍有多難 問題就是 Andor和Han Solo 其實他們兩個角色 都是一種自私 自私自利 但是分別在哪裡呢 Han Solo 自私得利是好事的 是 自私得利的小孩 你覺得 你都可能夠事 是 還有他養的狗 Chewbacca 其實是 在George Lucas的社創作 裡面那隻狗 還有他的貪男 很多時候是變成一個少鳥 其實 因為你的貪男 再加上少鳥 那個便會吸引 是 而你這個自私 你很悶 你很悶 你很悶就覺得不爽 拖賴大水 是呀 你自私得利 為何你不可以爽快一點 為何你要這麼悠遊寡斷 你都是一個傢伙 而已 你不用悠遊寡斷那麼久 下場 剛才我所說 所謂的那群城管 劇故事 頭那三集 頭那三集的故事 其實是唯一一樣 就是 剛才那個男子Andor 倒了油 這群城管 就說 我的同僚被倒了 我們要捉咬他們 這群城管 你當是速龍小隊 也好 問題就是 他那件衣服又不太像白兵 他一是外判的 他那件衣服就變成 藍色的 很古怪的制服 嗯 盔甲也不算 避彈衣也不算 是制服 那 未來漢堡包時應 啊 很詭略 是啊 是啊 快餐廳 他戴上帽子很像快餐廳 但是呢 其實我細心點想 為什麼他要 刻意不要做白兵 為什麼刻意又要做一件 穿藍色的制服 又是跟你那個Galactic Cruiser宣傳 混蛋 那隻Galactic Cruiser 剛才我說的唱歌 那個八婆 那條肥婆 那你現在 你留意一下Galactic Cruiser裡面 那群船員 那群主題公園 那群船員 個個都是穿藍色制服的 當日我們少說他 一點都不像星戰 像星空旗魚 都不像星戰 現在就刻意要做回一班人 穿藍色衣服 來襯托 其實Galactic Cruiser 你要給六千多元住一晚 那個濕溝主題酒店 其實都很聲戰 我心想吵咬你 你根本整個 整個這樣的 整個這樣的宇宙 根本是架空 肯定弄出來 就某程度 我覺得你是根本 刻意弄一班人出來 去襯托你的濕溝主題公園 你的蝕錢 蝕到混蛋的主題公園 你屎滾那樣東西 其實你看到 他左邊那些制服 遠遠是做不到 好像劇 即是劇照那樣 裡面那些 那些細節的東西 雖然都是疾的 應該這樣說 是有了左邊那個 Galactic Cruiser 那套制服 跟著他們劇組 和Kathyn Kennedy說 嗯 這個主題公園 嘗到混蛋了 我們被 Bob J.Pay 捏緊著頸 那怎麼辦 我們拍一套劇 現在服裝 幫我盡量 弄得像 那個Galactic Cruiser 等人家看完這套劇 就想起我們Galactic Cruiser 我心想屌糕你 我看完這套劇 我就覺得不像星戰 一句講完 是不是 還有這些所謂的城管 很廢 大家看看 總之 頭三集 要抓人 抓不到 總之 還要是裴料夫人 又接兵 整隊兵 被人家炸 炸死了 死剩那個領頭人 以那個領頭人 那個角色 基本上他只不過是副手 就是 原本他的上司 就跟他說 我現在 我們作為一個外判的城管 我現在就要去帝國 他要覆名 他要交報告 總之說 我們管的地方很安全 如果死了兩條狗 你就隨便 說他們要喝醉 死了 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他就不敢聽 他就咬著不放 這兩個是同僚 咬著不放 終於就是整隊兵都在寫 但是為什麼要寫到這麼廢 為什麼寫到這條這樣的 這條這樣的 Suricon 這個角色這麼廢 因為要襯托一個女權男 下章 接下來就會有一個女權男的角色 這個Dennis Grose 所飾演的Dirdrum Mirror 他是飾演一個 ISB 即ISO 是Imperial Security Bureau Officer 是 那這個就是 ISO這個組織 基本上就是幫帝國 縮清所有 即是帝國國安 他就幫他縮清所有 去看回所有星球 有什麼人想反抗 做Rebels 他縮清的 問題呢 Dennis 他之前做訪問的時候 已經在訪問的時候說過 你留意一下他 下面我們右下角的照片 他就說 我這個角色 身邊環繞著一班 我這個角色很道無二 在帝國這個ISO裏面 我是唯一一個女性的ISO 還要我身邊圍繞著一班 又懶又沒用又無能 又耐力的男人 這樣 哇 你老母的Forses female上身 是 Kathy Kennedy上身 他是不是打齊針 面坦 他應該不知道 總之 他這隻面坦不是面坦 他這隻面坦其實很熟口臉 是 Rings of Power的Galadro 就是這樣的樣子 Galadro講話 講話的針就是這樣的樣子 全部都是這樣的樣子 祝賀文這個不是Final Boss 應該也是 應該是的 因為這個作品 頭那三集 我們看完之後 好悶劇 三集一集就搞定他 就是 Tony Giroir去寫的 寫劇本 Tony Giroir就是寫Rogue One劇本 我要補充 雖然大家都會覺得Rogue One 已經是迪士尼星戰電影 裡面最好看的一套 暫時 叫做勉強 在那一套後面的話 在那一套後面 在那一套他最好看 那一套 我不算是曼大哥 是曼大哥的劇 那你算電影他是最好看 但是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一般的 因為 頭那一半小時很冷悶 劇本最好看 就是尼尼達菲達出場 是的 是 不能看鏡子丹 你只看尼尼達菲達出場 你看之前那些東西 真的快 很慢 而且中間的彩 就算是有Rebel水彈 也是黏的 不是見好 頭三集是Tony Gilroy寫的 問題就是跟Shit Hawk一樣 他寫完頭三集 他就要最後才補 最後那兩集才是他寫的 即是跟Shit Hawk 即是找高大者寫了頭兩集 接著要最後一集才見到高大者寫的作品 這套都是 所以你要預感到 我現在看頭三集 之後那些集數應該都幾災難 都幾多災難 之後那裡起碼有七集都不關 Tony Gilroy的事 後三集 就是Tony Gilroy的弟弟還是哥哥寫的 但是還有 至少有四集 就是一個完全不關閉的 Bill Williamson 去寫的 他寫過什麼故事呢 蘇格蘭女王爭鳴奪後 怎麼會寫後宮劇的 大哥 很糟糕 你想想想 有四集 有四集就糟糕 有四集就 我們再講一講 所以故事 我就不多講了 其實我反而講 在細節位 為什麼他沒有聲戰的感覺 首先他做那個城鎮出來 剛才我展示了這麼多照片 你看到城鎮 基本上你會覺得 咦 我以為在看JK羅琳那些 魔法那些 正確 正確 基本上你那個城鎮 那個地方 是不各自升至 雖然你會跟我說 那你Rabos 你Cone Wars 很多地方 都不像塔圖星 不像Tatuin 問題就是 你真是細心點 看回Rabos 你看回Cone Wars 就算那個地方 跟Chorizont 跟這個塔圖星不像 但是那個感覺 都會做到出來 你一看 已經知道 那個是星戰的宇宙 你現在這個地方 那個地圖 或者它的建築 或者那些人的服裝 你跟我說 是像一套很B級的Cifi 好電視劇 好Sci-Fi台拍的 Sci-Fi電視劇 但是你跟我說 星戰就沒有分子 CW的朋友 好過CW一點點 好過CW CW更便宜一點 像Sci-Fi台那些 但問題就是 進去那間店 你見到 它有一個收銀機 很鈴 那些超級市場的收銀機 那些 那樣東西就不像星戰 就算你要改 你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你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再問題了 再下張了 那本身地區 我已經跟他說了 地區 你再看那些音的成本 是沒有星戰的 不像星戰 JK問我沒有外星人 它有一兩隻這麼多 是 一兩隻 整個鎮裡面 一兩隻 黑人有很多 黑人有四五個 黑人有四五個 但是外星人就只有一兩隻 這個也是問題 那你看看 那個城鎮 其實像意大利的舊城 意大利的爛城 就不像星戰 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工廠 給了那個工廠 這根本就是 你香港那時候 有個海水泡淡廠 經常用來拍戲 拍一下警示人類 拍這個 我忘記了 警察故事之類的 通常就是 新警察故事 新警察故事 即是整個 新警察故事那班 那班警察被人吊起 這些工廠 這些工廠 你拍港產片 OK 你拍這些 很港產片的警匪片 或者是 通常大圈仔 躲在工廠大廈 或者是 你拍一些 很低級的Sci-Fi 鬥OK 問題就是 Lucifer也可以 其實它的工業感 它的工業味道很重 但是它就告訴你 這個是地球的工業 沒錯 沒錯 問題就是 因為 其實星戰 你看回Cone Wars 你看回Rebels 就算Rebels 男主角 那塊星球 Lofa 那些都是工業星球 但是問題就是 別人的工業星球 別人的工廠 星戰的工廠 本身電影出現過 卡通出現過 你就沒有忽視電影和卡通 基本上我看著這個就是 哇 這不是海水發財廠 打窩遊戲的地方 就不行了 那麼 藍偉就是 你看一下 你看看 藍偉就是 他的劇組 就說 為了這套劇 剛才我所說的 那個城鎮 他很刻意地 應該是在英國 我記得是英國還是美國 應該是在英國 就是 派門附近 就要搭了整個城鎮出來 是要花很多錢 好像以前拍這個 真的好像以前拍 Blade Runner 不是Blade Runner Blade Runner 那時候那條街都是這樣搭出來 那時候Blade Runner 也是在華納波片廠 刻意去搭整條街景出來 做夜晚下雨 那個 那個 頹廢的 Cyberpunk 城市 那個感覺 問題就是你花了這麼多錢 去搭整個 整個城鎮出來 那這些錢 你不如在迪士尼那裏搭 混蛋 你做了新的主題公園也好 你搭整個城鎮出來 就是為了拍這套 這套劇 而拍了出來 這個景是做什麼 就是做頭三集的那個景 就是那個塔 有個鐘樓 我剛才說 一點都不像星戰城鎮 那個城鎮 該不會 你想想想 花了這麼多人力物力 這裡 起碼 都要求幾下 一定過求美金 肯定過求 你香港裝修 裝修 裝修一間屋 都幾十萬 你想想這裡 你搭整個鎮出來 問題就是 Happy叔叔 和你搭個鎮出來 是不是很糟糕 你看看這件事 我就覺得好笑 因為別人不肯 給他用他的設計 很懷疑 對了 Happy叔叔 背後他不是有一個 那個湖幕 基本上 大部分的畫面 就是用一個湖幕做出來 是 基本上 大部分那些 你見到以為外景 其實都是實景 甚至山谷地段 熔岩湖 熔岩河 很多地方 或者是曼大哥 進去聊天 那個酒吧 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湖幕做出來 他見到阿蘇卡那個城鎮 或者進去阿蘇卡那個城鎮 進去那個大古堡那裡 見到以路山道的孫女 那些地方都是用湖幕做出來 屌你媽媽 你要搭個這樣的景 原來搭個景就是做首三集 服你這個街 你屌你媽媽 那些錢來洗了 你洗得住這裡 你媽媽 那我就挺思義 Happy叔叔叔 不肯給他用他的那個湖幕 我已經想像到了 Hey Happy叔叔叔 KK 我請你這個設計 你走開 你炒了 你炒了 Gina Carano 我都沒有燒 我先說 那JK問 是不是他們誤會了星戰 等於Retro 那麼 Joker就補完星戰 是Retro Futurism 但是問題就是 Retro Futurism 你本身星戰 其實你經歷過這麼多集的電影 或者是有空窩 其實本身的宇宙觀 已經做了出來 你不需要 你其實 你只要你做一點點功課 你去溫一些書 你令到那件事更加像星戰 就可以了 甚至乎 星戰我講過是龍與地下城 所以Happy叔叔的曼達洛人 其實有很多城鎮 你不覺得他像 你不覺得他像真正的未來城市 那個城市是像古裝的 基本上Happy叔叔 避難的漁出 很多地方你都感覺到那個是古裝 基本上 或者你看到阿蘇卡那個城邦 他那個城池都是古裝 而且這些東西不會那麼光鮮 你說起光鮮 這件事就對了 因為這件事要交給Alvin 說了 就說服裝 服裝 我都說服裝了 開來看看 阿蘇卡可以講講 衣服來講 他們不知為什麼 那個顏色 比起之前的星戰 是多了很多顏色 是多了很多 就是Obi-Wan 或者是 就算是 正傳三部曲 正傳三部曲 或者是 Phantom Maness 雖然有些紅色的東西 我們有 Phantom Maness 其實很多是古裝來的 Phantom Maness 他在Colorsohn 你見到他們 白博婷他們去看這個歌劇 你見到他們 所謂的聖裝出席 你的歌劇 聖裝那些是古裝 是 但是他們是Earth tone 他們有很多Earth tone 現在突然間 就多了很多顏色出來 而且他們的衣服 是很便宜的 他的cutting 是不多像古裝 尤其是穿得押凸 就是我見到 類似North Face 衛衣的東西出現了 就是你看到現在圖中畫面 就是那個感覺 像什麼 很山系 感覺像是異形 我們在看Ellion 我們在看1979年Ellion Ellion 那個Ellion版本 你看到 有衣出來 你還有一個Logo 好像Lorth Face的Logo 是 你整個感覺 你會覺得很怪 那個感覺是 不像星戰 那個感覺是 就是你 你怎麼沒看過有衣衣 糟糕 他那個Graphic 是做得很差 他之前 給不到一個可以代入的 其實剛才是說的 設計上面 其實你每一套的作品 一定有他的設計的語言 他有他的宇宙的共通語言 是的 但是現在這個感覺 我覺得是整件事 我先不要說他的故事 故事這些真的是 糟糕 但是整個拍攝的 分鏡他OK的 但是 除此之外 你整個 整個 整個 無論是你的城市的設計 無論你是服裝的設計 以及你整個城市人民的設計 人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外星人 那些外星人 就是 那個樣子化個卸妝 就像是外星人 那樣 這件事很便宜 但是 但是 就是欺人扮死屍 那些問題就是 你的那種便宜法就是 你的錢就是用了去砌那個城市出來 是的 你用了錢去砌那個城市 你為什麼不去迪士尼這裡拍 你反正那個城市 你這個自己砌出來 又不像星戰 你迪士尼那個Galaxy Edge 都不像星戰 你不如去迪士尼這裡拍 你欺負一些錢 就是 那你用一些錢 留給你做服裝好一點 對不對 那我們再下一張提提 服裝來講 我穿得太多 這班地盤人 大哥 喂 我們以前看過 Rebels 那裡面也有一些所謂的 工業區 或者裡面有一些工業園 那裡面那些 就算是Cone Wars 他們都有些所謂的工業區 工業園 首先呢 在整個世界 其實工業呢 大部分都是DROIS 去做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DROIS 不是每隻DROIS 都是 好像CVPO 很多是工業用的DROIS 是 基本上有些工業用DROIS 去做的 那你說那些工人 他們會有一套制服 當然是 但是 有些制服我見過的就是 因為有一些 倒垃圾的工人 在Cone Wars裡面 那些倒垃圾工人 那些是穿綠色的制服 是 但是就不會見到 你看到那些黃色 啊 橙色啊 完全是 你看到地盤工友 地盤工友 放飯 放飯 地盤工友 放飯 根本這一幕就是地盤工友 你見到他 你見到他穿那些 黃色的工業鞋 跟著戴一些工業帽 我就在看著 你洗不洗 那麼像現代啊 大哥 其實你告訴別人 這一班是工友 其實你是製造一套 綠色好像之前 Rabos 或者Cone Wars 倒垃圾那班工人 我們明白的 或者你中間會有一些DROIS 你不是整堆都是人 大哥 不是一樣東西 都是要人手來做的 很窮的 很窮的星球 都不會 很窮的星球 都有一兩隻DROIS 其實你看到畫面上面 我剛才已經說了 他們把顏色 多得來 是很混亂 很混亂的 亂的 不舒服的 不知道他想怎樣 還有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次這個 這個 叫做 拍攝導演 Cinematographer 他很喜歡用 橙色和黃色 是 你看到整個作品裡面 除了很Blade Runner的感覺之外 很暗淡的感覺之外 大部分人的衣服 都是橙色和黃色 沒錯 星佔的 藍珠的 那件衣服 是橙色的 但只有他一個 只有他 還有 還有 Hera 還有 他那隻 機閒是橙色的 Sabrine Rand 喜歡噴的東西都是橙色 但不代表你 人人穿的衣服都是橙色的 現在整個 整個宇宙觀 是橙色黃色 我覺得很有 有些 有些混亂 再加上整個作品裡面 最敗得的東西 就是他太多回憶 回憶片就下張 他的Freshback片段 即是說回 Andor 小時候 就是他在另一個星球 那裡 他和妹妹都在另一個星球 問題就是 他那些人穿的衣服也是黃色的 也是黃色和橙色的 這個世界就是黃色和橙色的 而且他的回憶的片段 剪得很差 譬如你是 先說 先不要說最好的 先說Buba Fett Buba Fett 他的回憶片段 就是他浸在水裡 即是他浸在Beta Tank 在治療病 治療他身體的時候 他會回憶回他以前 但是回憶的片段 一開始 他Freshback的時候 那些顏色很化 是很沒有顏色的 即是他是回憶回他 他像在做夢的感覺 是 那你會知道那一刻 你已經知道 啊 以後來這段片段 就是他的回憶 那當然他 由化的顏色 會變回彩色 但是中間有一個過程 那你就知道 那一段是回憶 是 那你曼達樂人更加 曼達樂人那段回憶 是很vontage 是會播一段音樂 接著還要流少少出來 即是你知道曼達佬 他小時候應該很慘 他應該加散人亡 但是 那段你聽到那個音樂 你感覺到已經知道 那段應該是回憶 但是他這段回憶 頂到的廢 他真的鏡頭 鏡頭接鏡頭 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認真看 你會覺得 是故事直接進行 去到另一個星球 發生另一件事 現在這個年輕人 不是安道利 是另一條年輕人 而且他的飾板又不同了 他的回憶是先識的 是 基本上他先識得來 其實跟之前工業城 那幫地盤佬的顏色是一樣的 是 他不是說先識很多 他所謂的先識 因為他不是工業城 他在森林 但是他拍攝的 那個 tone 其實是沒有分別 基本上你 你不細心留意 或者你不太在入 你會知道他是回憶嗎 很微 是啊 你說得對 他現在一句 加下黃色衣服 轉身就變成綠色衣服 你不知道 還有這一段 其實也挺無聊 這一段說 他那個地方 沒有大人的 只有年輕人 好像Peter Pan 很多鳥 是的 不知道大人是死了 還是什麼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 其實這一段 你不說 我以為在看 我們有看這個 Predator Pray 紅番 像跳躍戰士一樣 基本上畫面都一樣 又是領頭 又是女人 又要調查到自己 好像紅番 那麼他們有講他們的話 那問題是 你又不給我字幕看 我懶得你說什麼 混蛋 那你不要說那麼多對白 混蛋 你又說很多對白 我真的就說 你全家長 你說那麼多話 你媽媽 你又不給我對白 你又不是那些Andor 就是Andor星球 那些這樣的 就是你是不是Andor星球那些熊仔 是 如果你是Andor星球那些熊仔 那些熊仔 那些熊仔都很有趣 還有那些熊仔會做很多的肢體語言 你會知道要做什麼 就是那些E-walk 那你又不是E-walk 就是外國有人評論 我很好笑 我記得是鐵面哥 還是哪一個 他說 這一兜友 只不過是沒有毛的E-walk 哈哈哈哈 都是這麼矮 都是這麼矮 都是說不出話 問題就是 這一堆人的回憶 行 你的回憶不要緊 但是你可不可以像漫大哥那樣 你只給我十多秒 就是吊一吊我喝就算 你媽媽 你終於要剪接 很無逢銜接 這樣來剪接我就在看 嘩 這段回憶 你又要每集都要有兩段 一段 甚至兩段的回憶 這樣剪過去 你不要當自己在拍攝 這個西部世界 大佬 西部世界就刻意 將回憶片段 做到像現實一樣 去蒙蔽了你 是 那這段我們不會被人蒙蔽 但是問題看得很辛苦 大佬 那一刻你會接受不到 不是蒙蔽 是虐待 那這個 基本上 就是 你會覺得整件事 為什麼不做好一點呢 為什麼你不可以生減一點呢 你想想用三集 你才交代 原來有 就是 Andor 打算有件件 想賣給一個買家 那誰知那個買家 原來早就應該知道Andor 有什麼人 他說我其實不是藥件 我要你 我覺得你是一個人才 那整件事 突然間 你說了三集 人家說這些 原來就是你離開星球 你用半集來講 就可以了 你用半個鐘來講 就可以了 那再講些人可能覺得 我很 擔心 或者很刻意針對他 因為他是KK的作品 我會講臭他 其實不是的 你看一下 我就找回 Rebels 我找回Rebels的第一季 第一集 我找回Rebels Ezra Ezra 他自己 Lowthor 那個星球 他那個都是工業城 但是 他那個都很邊皮 那個本身都是Galaxy Edge 那邊 外圍 Outer Rim 不是Edge 外圍星球 都有白兵駐守 那些白兵都是很討厭 基本上 白兵 無論有幾偏遠都好 你都是由白兵駐守 怎麼會外判給那些藍精靈 這件事你講不通 還有 你留意一下 他的所謂工業星球 無論是他用的 裝食物的載具 或者裝貨物的載具 或者裝原料的載具 或者甚至乎 他的星球裏面 有些叫做保有站 其實那個外觀 其實都會似回星戰 就是你會感覺到 有一點點塔圖星球 那個未來感重很多 還有 基本上你看到 他上面掛了一些Pipe 或者是他們用的用品 其實很多細節位 我先不要說衣服 衣服 雖然Azra的衣服是橙色 但衣服的cutting 就不是剛才你見到的衛衣 那個cutting 基本上 你感覺到這些東西 一看就只是升戰 還有 你看到就算買水果 都是Greedo 都是Greedo 這個外星人 你一看 Greedo就升戰 明眼你熟悉的外星人 你又不敢用 你還用黑人 那我就知道你是升戰 我怎麼知道你是升戰 足球說有白兵 這感覺全都回來了 那他 你看到Trailer是有白兵的 但我不知道第幾集才出白兵 甚至乎出白兵 他不是要捧一條女權版的嗎 所以呢 很老實這麼說 這套東西 其實他不會很影響到日後面的升戰 那個是影響的 複雜了 那我當作是OB-1 我當作是沒有發生過就算了 反正這套作品跟OB-1一樣 你私人爛了去 你是對後面的影響是完全不大的 你反而出來的影響更大 那這些破壞的後面圓著的東西 你不如不要去看 不是 是浪費時間 虛號光陰那一刻才拿你命 那我們做節目沒有辦法 我們被迫著要浪費 我知道 所以放棄 我浪費完就告訴你 你們不用看了 是啊 即是 如果你是想看星戰 你想花一看時間日 回來 你就看Rebel 是 是 你不是看Cone Wars 你現在有滴蛇拔手在這裡 你可以看回之前的卡通 甚至乎 有一套已經不是正傳 不是渤落正傳的Droid City Tio 和R2D 80年代那套卡通 那套都很好看 你花點時間看 那些比較好 那時間長了 那對於這個 Andor Andor 我也不想太長 變成我好像Andor那樣 你有沒有三集 才說半個小時的東西 就不用浪費時間 不是安多 而是安眠 這套東西 是啊 現在 當然他要捕這個流量 他當然是說 賺又賺沒有彈 事沒有我的事 但是 對於我們來說 你浪費時間看這一套 我不如浪費時間再看一次 《Boober Fat》吧 是吧 雖然也不好看 三個小時的話 我不要再看一次《Suicide Squad》 那就是 就是這樣 要評劇就先評到這裏 之後那兩節都說些花生好笑的事情 開心點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再見 再見